云南北迁的象群有了新动态 开始从一门转向峨山 向南迂回 这是玩够了要回家了吗 离家一年多了 这次短距离往南 可能是真的回家的转折点吧 象群路上找到了一个灌溉用的小水塘 他们开心坏了 一起在泥坑里打滚洗澡 很快就将水塘变成了泥坑 泥浆水对他们来说可是好东西 大象虽然看着皮厚 但是表皮其实很薄 非常害怕蚊虫叮咬 泥浆水被太阳晒干了 就是天然的保护层 既能防晒也能防虫 但是大部队走了 还有一只叛逆期的小象独自离开群体 出去一个玩去了 已经离群15天了 那他在干嘛 无人机拍到的画面显示 他一个象也能玩得很开心 不知道是不是在哪位村民家里 偷看了欧洲杯 小象也将一个破水桶当成球顶 还赖在地上打滚 这头小象已经脱离大部队 20多公里了 他还能够找过去吗 他怎么跟家族成员交流呢 其实 这个并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有特别的沟通方式 能够与十几公里外的同伴取得联系 首先 大象的长鼻子可不是摆撤 除了可以当手用 嗅觉 也是哺乳动物中最好的 亚洲象的鼻子 能长到一米多长 这长鼻子 不但可以帮助大象吃东西喝水 也能驱赶文音以及交流感情 不仅如此 科学家认为大象具有哺乳动物中最敏锐的鼻子 其嗅觉远远超过人类 老鼠 甚至是狗 研究表明 像鼻子的嗅觉感受系基因是狗的两倍 它们还能够记住一些特别的气味 所以 它们可以闻着气味找到彼此 其次 大象是可以接收和发出刺声波的 它们可以用粗壮的象角感受到刺声波 象群也会通过跺脚的方式发出刺声波 用这种方式最远可以传播到32公里之外 所以别看家族其他成员好像不管它 实际上跺跺脚就能知道它在干嘛 完全在可控范围内 这只顽皮的独孤象可能在想 感谢妈妈带我走出原始森林 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 终于不用替妈妈牢牢叨叨 自由自在太棒了 大象是母西社会 成年后的公象一般都会脱离族群独自生活 这只小象虽然未成年 但也可能是早熟吧 那就希望它能早日找到伴侣象 为它的家族开支散叶吧 我希望它能够十分之后 我希望它能够一样